准备做午饭 这个是买的一个碗鱼头 你们买花莲白莲都是可以的 先把它里里外外都洗干净 不用腌制 这个黑膜的地方也要记得洗干净哦 再说一遍我是没有腌制哦 水开上气先把它丢进去 继续保持大火先蒸六分钟 你可以把这一个步骤给它理解为焯水 你看哦 我们清蒸鱼蒸出来那个水是不是特别的新 所以这一步其实就相当于去腥了 所以这样做出来后面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感觉比腌制还好使 蒸完起来我们先给它淋一点料酒 再来点生抽或者蒸鱼豉油 料酒也可以换成啤酒啊 起锅烧油倒蒜末 保持中小火翻炒可以多炒一会儿 再倒入红剁椒 泡椒和泡椒水 你放一些泡椒真的会好吃很多 你看比如平时我们要做金汤类的食物 比如金汤肥牛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作为汤底了 你把水加进去汤一下子就变成金色了 炒完以后你根据你调料的咸淡口看看还要不要再放盐 还是水开上气上锅大火蒸6分钟 这个简单的剁椒鱼头就完成了 你也可以撒一点葱花淋一点热油 有点燃热油 你超过的糖果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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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